在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真正的关键点是在于 台湾是不是真正能够获得 实质上面的安全保障 其实25年前 我们也经历了台海飞弹危机 当时的时候 我记得克林顿总统政府的 基本的立场是说 如果台湾在遭受没有挑衅 就是台湾没有挑衅的情况之下 而遭受的攻击 美国必然会有所行动 但是并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行动 战略模糊基本上 并不代表美国不会有 非常确切的行动 而战略的清晰也不代表 美国总统不需要跟美国国会 谘传也不需要在乎美国的民意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来讲 战略清晰 万一没有办法 能够真正的做到 反而带来的坏处可能更多 所以战略模糊就有一点像 我们台湾民调 大家说要维持现状差不多 同样的味道 就是现状虽然一直在改变 但是大家还是要说维持现状 那么就是保持一个弹性 我觉得任何一个政策决策者都希望 能够保有一定的这个政策的弹性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尤其是海外用兵 他牵涉到了包括当时是什么政府 哪一党的执政 然后总统是谁 国会是不是多数 还有当时美国的民意 还有当时的整个国际的局势 是不是会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 这些综合考量都不是战略清晰 可以一句话带过而不需要考虑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决策者 不论朝野 这个资深的政治精英 都非常理解这个中间的特殊性 不会有太多的浪漫的幻想